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超神龙哥哥 大家知道在月亮和公园里有一个叫金教屋的地方 这个金教屋里有许多恐怖的黑白照片 许多求生者面目猙獰 表情惊悚的在相片之中 似乎想逃却又逃不出来 有一种可怕的推测 这些恐怖相片背后的秘密其实是 被拍照的求生者们都被约瑟夫做成了时光标本 永远的困在了相片之中 而求生者能被困在相片之中 说明了他们都是已经死亡了的 因为约瑟夫的灵魂相机并不能封印活人 而是封印人的灵魂 被封印灵魂的人必然死亡 约瑟夫原本研究灵魂相机的目的 是因为自己的老去以及自己个个的死亡 让他觉得应该把身边的伺候保留永远鲜活的状态 而这个想法让他发生了人格的扭曲 最终约瑟夫发明出的灵魂相机 其实是把被拍照的人变成时光标本 以鲜活的一面锁在了相片世界中 而现实中这些人是已经死亡的 所以我们这就能理解为何约瑟夫进入相片世界时 他自己能恢复成美男子的样子 而一旦离开了相片世界 他的样子就会变成非常丑黑白而且满脸裂合 因为包括约瑟夫自己也并非人类 他只有在相片世界中才能保证自己有光鲜亮丽的青春 另外约瑟夫的灵魂相机其实是有参考原型的 这个灵魂相机的原型可能是来自恐怖电影《咒乐园》 这部电影中讲述了一个游乐场闹鬼 一个天师妈妈拿着相机去救女儿的故事 影片中出现的相机通过拍照可以把王林封印在相片之中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 这个相机虽然能封印王林 却摆密一书没房租厉鬼 影片中有一个小丑鬼 在最早主人公到游乐场合影留念时 就被相机拍到了 并且恶灵躲在了相片之中 在电影的结局时 小丑恶灵突然从相片中逃出杀害了主角 所以整个影片的结局是无人生还的 这部恐怖电影可能是部分观众的童年阴影吧 无人生还的结局特别的恐怖 不过这倒挺像第五人格游戏风格 第五人格游戏最早露出的求生者死亡名单 其实也是在暗示的这些求生者 可能最后都是无人生还的 死亡之后的求生者 难道灵魂都被约瑟夫做成了死光标本吗 永远都封印在了恐怖的黑白相片中吗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